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次我們會一起看的內容 就是約翰福音 由第六章開始 這裡我們給了一個標題 就是我就是 I am 好 這裡就由約翰福音第六章開始 我們好像往上一樣 我們看約翰福音的時候 會對峙馬泰馬可路加的 好 我們看下去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耶穌出道的第三年 好 在這裡我們講到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 這裡是六章一照十五節 這裡就是耶穌出道第三年的三月尾 因為這裡就開始進入如魚節的階段 所以其實冬季就完了 四月的春天就漸漸來到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 在這個裡面 耶穌其實做了很多事跡 記住在馬泰馬可路加福音 因為約翰福音是教後寫 而當時在伊弗所的信徒 就可能已經看過馬泰馬可路加了 看過幾十年了 所以約翰福音裡面講的內容 就不需要再講這個裡面的事項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路發展很多的事情 到後面已經是施洗約翰被斬首 所以來到這個春季的時候 約翰福音就有記載 在這裡就講到耶穌就是為飽五千人 其實在第六章 這個第六章主要是講到耶穌的事跡 包括在加利利湖的周邊 有白菜大和加白龍 好了 我們看到其他的福音書記載 耶穌在加利利宣道 大約是有年半至兩年那麼久 但是作者就將它濃縮在一起 只是記一件事而已 就是五餅二如為飽五千人 其實按照耶穌生平來看 約翰是用這個神跡 來刻畫主耶穌最受歡迎的時期 在這件事之後 一般就是被稱為棄絕時期 這個也可以說是作者 特意記住這件事跡的目的 其實是指出主耶穌的廣受歡迎 其實只是彈花一宴 其他福音書就是 以耶穌大門徒到 該薩利亞肥納比的事跡 是作為棄絕時期的開始 即是黑門山 燈山變像那裡 我們來看這個開始 除了耶穌復活之外 只有五餅二如 二如是四本福音書裡 都有記載的神跡 就是Sign 而耶穌長篇幅這樣詳細 是述說祂的重大意義 直到本章的結束 這裡一開始就說這件事之後 其實這件事是不祥的 但按照馬塞馬可路加福音得知 其實這件事就可能指 施洗約翰被欺律斬首的事 然後耶穌度過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亞海 提比利亞海可能是羅馬官方的名字 這個名字就是來自提比利亞城 這個城大約是主侯二十年起好 所以這個名字在耶穌時代上未盛行 而加利利海是一個通俗的名字 我們剛才也看到 其實約翰福音大多數在加利利發生的事 其實都沒有提到的 但他就特意記了五餅二如這個神跡 之後隔幾天的事物 就是生命之良的講論 所以這個就是約翰簡用這個神跡的目的 因為可以用來講論後面的生命之良的背景 而約翰簡用了神跡的時候 總是隨後記載一篇講論的 他是前後配搭這樣 用來共同指出耶穌的神聖的 所以這次的神跡的這個sign 同樣也指出耶穌的慰養是比摩西更厲害很多 因此他就是更加受接待的先知 即是說比起摩西比起先知更加好 這個意思 當時就有很多人 因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做的神跡 就跟隨了他 耶穌就上了山 跟那些門徒一起坐在那裡 我們看看馬太馬可路加 在馬可福音裡面說 他就說 你們來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討討 因為來往的人很多 他們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 那路加福音就這樣說 使徒回來就把所做的事情告訴耶穌 耶穌就帶他們暗暗的離開那裡 去坐坐城 那個城的名字叫做白塞大的 所以綜合上文的經文 就可以略得知道 五病熱餘神跡發生的地點 就是在白塞大城的附近 好了 唯獨馬太福音的記載 就是說耶穌是從某處上船去到曠野 這條馬太福音就說了 耶穌聽到之後就上船 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去 好了 眾人聽到就從各城裡面 暴行跟隨了他 好了 根據馬太福音所說 他就是上了船去到第二邊 我們看到這張圖 看到很多人 可能是白塞大 哥拉遜 加伯龍那裡 都來了很多人 好了 一般來說 如果男人是五千人的話 可能女人都已經是 超過七千 超過八千 所以加起來可能都有萬多人 當時來說 萬多人聚集是超過多人 好了 那時候 其實就是猶太人的語語節近了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是要奴記在心的事情 而在這裏 也是約翰記載的 第二個語語節 好了 你要想一下 語語節隔了一年之後 耶穌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裏是非常之重要 耶穌舉目 看到很多人過來 就跟肥力說 我們從那裏買餅 叫這些人吃 那他講這些話 其實是要試驗一下肥力 他自己原知到是怎麼做的 其實耶穌的門童當中 至少有三位其實是白塞大人 那就是肥力 彼得和安德烈 就在第一章44節那裏 就是這樣 招了這三個人 好了 耶穌就是 刻意指名 要肥力去買餅 的 經文上面 就明明說 是要試驗一下肥力 肥力因為他的性格 是比較保守 也都比較實際的 需要信心上的操練 相形之下 下一位出現的安德烈 就是信心較為十足 好了 去到第七節了 肥力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吃一點都不夠 好了 德拿利 這個的銀子 就是當時羅馬帝國通行的 銀錢的稱呼來的 一個德拿利 就是一個工人普通一日的人工 其實希臘原文就是二百德拿利 就是普通人二百日的工資 而中英文的譯本 都有很多不同的譯法 在和合本譯就是二十兩銀 不知道怎麼算出來的 簡明聖經一年的工資 顯然有點誇張 所以如果是完全按照原文的話 就是八個月左右的人工 其實就是相對較容易理解的 好了 有一個門徒 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就跟耶穌說 在這裏有個小孩 帶了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麼多人 還算什麼呢 舊約先知以利沙 曾經用二十個大麥餅為八百人 有一個人帶著初熟大麥做的餅二十個 並且是新位置來的 裝在口袋裡面送給神人 神人就說 把這些給眾人吃 那伯人就說 哇這些東西怎麼給到一百人吃 以利沙說 喊你直半給人吃 因為耶和華是這樣說的 眾人必吃 還要有正 那伯人就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就吃了 果然還有正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好了到第十節 耶穌說 你們叫所有人都坐下 原來那個地方是草多的 眾人就坐在那裡 數目大約有五千人 於是就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面 那路過福音又怎麼說呢 那時候人數大約有五千人 耶穌對門徒說 叫他們一排一排坐下 每排大約坐五十人 門徒都要這樣做 叫眾人都是坐下的 馬可福音就這樣說 耶穌吩咐他們 叫他們一排一排坐在草地上面 一幫一幫坐在草地上面 眾人就一排一排坐下 有一百的一排 有五十的一排 所以我們去綜合以上的經文就知道 耶穌就吩咐人就就地而坐 但可能因為草地大小的關係 有些就五十人一排 有些就一百人一排 那麼緊要 這些不用那麼仔細 總之就是這樣 一排排坐好 到第十一節 耶穌拿起餅來捉謝了 就分給那裡坐著的人 分魚也是這樣 都隨著他們所要的東西 好了 那路加福音就這樣說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看著天 祝福 抹開遞鼻門徒 擺在眾人面前 馬太福音這樣說 耶穌拿起這五個餅 兩條魚 看著天 祝福 抹開餅 遞鼻門徒 門徒又遞鼻造人 馬太福音就這樣說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看著天 祝福 抹開餅 帶給門徒 放在眾人面前 把這兩條魚分給眾人 好了 綜合了以上的經文 就可以知道 耶穌吩咐門徒分配食物 拿起餅和魚 看著天 捉謝後 先遞給門徒 然後再遞給眾人 好了 這個次序 四福音都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好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 眾人就是一排一排地坐 有些就是一排一排地坐 有些就是五十一排地坐 耶穌拿起餅來捉謝了 好了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們吃飽了 耶穌對門徒說 將那些正德的零碎 撿起來 免得有糟蹋 他們就把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 就是眾人吃剩了的 撿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腩 路加福音都是這樣說 好了 馬可福音怎麼說呢 裝滿了十二男子 只是吃餅的男人 共有五千個 馬太福音說 吃的人 除了婦女孩子 大約有五千人 這裏就是說 男人就共有五千 但通常在教會裏面出現的男人 都是少於女人的 女人通常都是多些的 所以綜合上面經文就可以知道 在場的總人數可能過萬人 好了 將那些零碎撿起來 就裝滿了十二個腩 嘩 整萬人 五個餅兩條魚 餵得飽 所有人看到耶穌所做的這個神跡 就當然說 嘩 這個真是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耶穌既知道所有人的想法 要逼他做王 所以耶穌就獨自退到山上去 馬可福音說 耶穌就隨即出門徒上船 要先到那邊八塞大去 讓他叫眾人散開 好了 馬太福音就是補充了這裏下面的資料 就是說 散了眾人之後 他就是獨自上山去祈禱的 而去到夜晚的時候 只有他一人在那裏 好了 那路九福音說 耶穌自己討過的時候 門徒都和他在那裏 好了 可以這樣理解的 就是說 在場眾人是要迫拜耶穌做王 但是耶穌就知道神的國不在這裏 於是就離開了眾人上山祈禱了 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如月節的晚上 吃了晚餐 耶穌就上山祈禱了 好這件事是和什麽是有相似的呢 沒錯 就是當耶穌是要準備釘十字架之前的那一晚 也都是一個如月節的晚上 也都是抹了餅 遞了給門徒 吃了之後 吃了最後晚餐之後 就是上山 耶穌就是上山祈禱 同樣是這樣的情況 那這裏說 門徒也同在那裏 意思是說其實門徒都是他附近的 但是真的他是討告的時候 他就是自己一個上山 就好像有些類似耶穌一年之後發生的事 好了 今節我們就講到這裏 之後我們仍然為大家繼續講解聖經狼 好了 好 好 好 順 straw 謝謝